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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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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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是我們家的圖書館 藏書非常非常的多 再來呢帶大家到左邊的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是我們家的會客餐廳 可以在這邊做很多休息餘樂 然後呢也可以煮一些些 有的沒的 然後也可以在這邊下廚吃飯 有沒有我這裡麵包啊飯啊 微波爐啊冰箱都幫你們準備好了 為什麼一直在開那個電燈 喔好了麵包好了 有誰要吃 這個白飯鍋真的超可愛的 沒事就會過來這邊開它幾下 這波爐也很可愛 那遊戲完累了呢 就可以坐在這個椅子上看這個蘋果電視 好就這樣子 接下來呢帶大家到右邊這個很神秘的房間 這個房間是什麼呢 欸怎麼越過房間是怎樣 直接離開 這個房間是沛沛的房間 然後他的房間裡面用了很多很多很多高級的材料 很多很多很多很厲害的東西 好掰掰 喂 好啦有介紹就好了 然後帶大家到我的二樓 二樓呢跟我的客廳呢 是最一開始收集到的東西 就像這種比較中式一點的裝飾 一台在這裡滾喔 哎呀我的小褲褲被看到了 這個房間也有一個小小的巧思就是 欸看不到 我上面裝了一個攝像筒 因為很怕我的朋友把這裡當產Motel使用 沒有它只是一個正當場所的吃飯加睡覺的地方 我的地下室呢是我生活齊居的地方 因為我本身有點髒亂 所以我的房間也要佈置的有點亂亂的 這個遊戲呢居然沒有寵物貓咪 所以我就放一隻小老虎在這裡 假裝我比較Chicky 這邊有貓沙盆啊之類的 這裡可以打我Switch 這個電風扇根本就是我們家的電風扇 只是我家的電風扇是那個粉紅色的 我現在可以洗澡喔 這裡超酷的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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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淋濕了 不要偷看我洗澡 不要偷看喔 好那我們來環繞一下我的 地下室房間吧 喔好涼喔 我現在好熱喔 現實真正魔蹟的我現在好熱喔 這樣一點用都沒有 好 接下來是今天的重頭戲 帶大家參觀我的島 我的島呢 給大家看一下地圖 幾乎是99%的空地呢 都是不能用的了 他已經是一個全滿 沒有辦法做任何更洞的島嶼 居民的家呢 一家一家有做一點主題設定 這個就是一個漫畫家的家 但其實他本人是一個拳擊手 哎呀 煩耶 喔 他在家耶 我給大家看他的家超浮誇的 有沒有 超級浮誇 那個壁子太可愛了 這貓咪長得很好笑 綠色的貓 然後還頭套內褲 喔不是 是摔角頭巾 他的名字就叫男子漢 然後每天都在聊一些運動的事情 這個遊戲好多好多健身愛好者 再帶大家到我的商店 喔 我的商店是我最喜歡的地方之一 這邊呢 我可以買騎兵 有沒有很讚 先不換了 然後你有一些零錢 你也可以買一點泡泡糖 還有這裡是我的餃子店 我超喜歡這裡的 那個餃子的那個圖片海報啊 是我在這個遊戲最一開始 在玩的時候抓到超級喜歡的一張圖片 但是我一直想不到有什麼地方可以用它 我選用的柵欄那是這種比較日式風格的 然後它會少一點點溫度的感覺 我就想說那我一定要在這個城市裡面 照一點點就像這樣麵攤的感覺 你就想一下 如果這裡人很多的話是不是很溫暖 嗯 就是這樣 然後這裡呢 是一隻很可愛的小鹿的家 我就把所有紅色的家具都堆在他家裡面 這裡呢 是一個籃球場 籃球場算是我整座島裡面 還沒有完成的地方 因為那個線太難畫了 再來是一個簡單樸實的家 然後這個家呢 是一個有錢的老鷹警長的家 他們家佈置的很高級 給大家看一下 喔 在做東西 在做什麼 茶几 我好像沒有 太棒了 其實它就是 也不是什麼警長啊 就是長得比較警長 所以我就以貌取人 把它當作是我們這個城鎮的警長 好的 好 接下來是 這地方沒什麼好改的 反正我的街道就是走這個路線了 這樣子 在下午3點就可以聞到這裡有飄香囉 好 那我們繼續來去看一下我的左邊區域 左邊區域呢 是我的花圃培育區 知道我現在在培育什麼花嗎 就是呢 史上 據說最難種的藍色玫瑰 對 喔 雜草 這盆紫色的話呢 就是傳說中需要驗證非常久的 二代紫色 好 這個鞋類我就不說了 因為我也還沒種出來 但是好痛苦 唉 走錯地方了 然後呢 這邊呢 是我的 凡惹塞聖殿 博物館 喔 這個花磚很漂亮對不對 這花磚也是我自己畫的 超美 唉 釣魚哥 你今天在這裡 這裡就是有兩個台階 種滿白色的玫瑰 金色的玫瑰 這個地方呢 唯一的vibe就是 用了太多的樓梯 導致我後面很多地方沒有辦法做樓梯 可是這樣就是看起來很有氣勢 很讚 再帶大家走小路 唉 等一下 這台曝光這邊 哎呀 曝光了 傻眼 右邊是一個那個 譏諷神明的地方 然後我們這座島有一個神明 他是一個 我的現實生活中的一個朋友 他開了一間甜點店叫做窩像 因為呢 這遊戲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家具 都是從他那裡摸來 所以呢 我就決定 飲水要失源 我就幫他蓋了一個神聖的島 好 我說就會在這邊祭拜他 非常感謝他為我的付出 因為是神明的神社 所以我這邊的石頭都是有靈氣的 有些時候大家如果來參拜這個神社 然後不知道這個神社有很厲害的靈氣的話 就會被這些石頭傷害到 所以石頭的部分呢 我就是用了柵欄把它們圍起來 嗯 對 好 走小路帶你們去看我的小花園 這裡呢 是我的所有異種花的花園 這裡也是我培育超級超級久的一個地方 啊 我每次走來這裡我都覺得好幸福 雖然說過程很辛苦 這裡都是我的小花園喔 還有紫色的紫羅蘭 然後這個區域呢 我的設定是它是跟神殿 就是同一個那個體系的 這個地方呢 是眾信徒 各位金主贊助打造出來的一個金色玫瑰園 接下來上面啊 我把那個露營區蓋在這邊 這也是我的露營區 就是會有一些可愛動物小祭品跑到這邊嘛 然後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就直接帶到右邊的這個地方處理掉 然後再來到第二個區域 從我們家 右手出來之後呢 會到一個非常非常非常 歐美漂亮的餐廳 有沒有 這餐廳超級豪華超級奢華的 然後在假日的時候啊 也會有live band的播出 這個餐廳呢 是那種網紅餐廳 然後這個餐廳它主打的就是賣一些 健康有機的蔬食 這區我也花很多很多的時間打造 然後這個地板的花磚 是兩個花色拼在一起的 這還有後衛區 假日啊 跟你們說啊 常常都是客滿的 很多客人都要在這邊排隊 再來呢 就是我們剛剛的花園啦 就是吃飽飯呢 就可以逛逛花園 接下來帶大家走到這邊好了 這裡是我的另外一個居民區域 那每個人家都有 前面都有一個小小的潛艇 這裡都是 然後一直延伸到這一區 然後下面這一間呢 是這個小島的果園區 如果從飛機啊 飛下來的時候 可以看到這裡很多很多的水果 啊這個是那個佩佩偷買的 我實在不想看到它 我就把它放在這裡 啊~~好恐怖喔 幹嘛 然後畫了一些可愛的看板 橘子還有水蜜桃 水果區呢 占地的空間真的很大 你們看我右下角的地圖 那一整塊都是我的果園 但是我要升五星島嶼的時候 果樹還有 樹木的數量都不能少 所以這一區呢一直沒有辦法 把它們剃掉 可是我自己也很喜歡 我喜歡那個水果釣蠻地的樣子 你們看喔 有沒有散落下來 超級可愛 好的早上做苦工啊 忙了一整天之後呢 我要帶大家去一個地方 就是季節限定的一個喝手宅 將將~~ 今天呢這島上剛剛好有祭典 所以我要先到這個 和服店挑一點點 漂亮的和服 那我就來選一套好了 哎呀穿錯 我要穿 穿這個怎麼樣呢 好我選了一個 假裝巫女服 OK 還可以拍一張照 耶~~ 好的 付錢換好和服之後呢 我們就去逛我們的祭典啦 祭典的部分也是籌備很久很久的祭典 有面具攤 那我買一頂面具好了 好買了一頂這攤販最漂亮的面具 擋不住我的美貌 那我們就可以來逛祭典啦 打彈珠 沒有獎品的彈珠 好可愛耶 真的有彈珠在跳 本來想說這裡要放置えー 但真的太急 還有爆兵喔 然後在這裏也可以拍張照 這是我們山好的景點 有沒有 還有時侯還可以不小心拍到那個機器人的頭 非常帥氣 祭典當然是前面跟後面都要有活動 所以走到後面的時候可以摸彩 然後這邊當然也是可以從這邊進來 所以會有一些祭典的傳單摸彩箱 這個地方有一個觀賞台 雖然說都被擋住了 但是沒關係 還是可以看到 從側邊看好了 這是我們這個島上非常非常知名的一個貓水池 然後有時候有魚會跑到他的嘴巴附近 就會很像這隻貓在動 所以這個島上很多地方的神話 都是在這個貓咪的水池誕生的 然後穿過這個小小的木棧道之後呢 會到我們的野餐區 喔 這聲音 換一個好了 阿爾卑斯山樂曲 好吧 可以在這裡野餐 這是櫻花祭的時候做的 但是真的很可愛 所以我就把它保留下來 然後放在這個檯子上面 這邊很讚 然後很 這邊平常呢 也會有一些很厲害的鋼琴師 像我這樣子 這邊彈奏很好聽的音樂給大家聽 免費的 好棒 這個區域先這樣 那帶大家到我的海邊看一下 海邊也是有佈置好的 但是沒有一整個區塊的海邊都佈置 幹什麼麥麥 但是安全帽現在戴嗎 麥麥好可愛喔 這樣的嗎 這個是我們佩佩好朋友 但是他今天穿的比較休閒日常一點 他平常很潮很帥的 沙灘區 比較簡單的沙灘區 再到這邊呢 是可以在這裡做一些SPA 喝椰子水這樣躺著 好讚喔 睡著了 不知不覺就睡著了 好 那我們繼續來逛逛 反正這個地方呢 就是一個很悠閒的海邊度假中心 這裡呢 是這邊居民的 曬魚乾區 還有 這一整區都是他的 所以他有時候會在這邊 看海 寫日記 喝一杯咖啡 畫畫圖 哇 啊 只能這樣子 喔 也是很可愛耶 我的膠牌笑容 好可愛喔 我好像吃汗喔 那繼續走繼續走 欸 不對 我要切回來喔 好想打那個氣球 然後從我們看到這個神聖的小貓咪水池之後呢 往右邊有一個秘境 可以看到一整排長長的真葉樹 會看到一個磚塊的樓梯 走上來 登登 這個地方呢 是一個織布房 然後他 跟下面的那個服飾店是一點紙企業的關係 因為今天是那個祭典日 所以這裡沒什麼人 因為一直假裝這裡很多人 這個織布房呢 是一個 咖啡色的羊 他們家的家族企業 所以呢 他們家很多人住在這裡 一直在假裝這裡很多人 所以這裡有他們家的造咖啊 露天的造咖 然後還有 可以在這邊吃飯 農村人家都很隨意的戶外吃吃 然後 弄完之後啊 舀一點水啊 就可以立刻工作了 非常簡單 單純有沒有 我把這個村落呢 建在這個 島上最高的地方 然後就可以 剛好隔著海 我覺得這裡超美的 就像海邊的小村落這樣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這就是我的成果發表會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小島 希望有機會的話 可以邀請你們來我的小島玩喔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這影片按讚留言訂閱加分享 如果還想要追蹤我的更多即時動態 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微博都歡迎大家加入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請問一下 我們下一個月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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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通常才呢 我們下一個月的影片 至少 說,我們下一個月的影片 我們下一個月的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